风光燥 喧闹了枝头 花瓣颜色好 还没更娇羞 看那春水流 流过小桥头 看吹歌声飘 飘过吊架楼 听起我的路声 妹妹你唱一首 等到太阳我上 你就跟我走 说哥哥你也酒 哥哥你也唱一首 牵着你的美少 牵着我心头 看那春光燥 喧闹了枝头 花瓣颜色好 还没更娇羞 看那春水流 流过小桥头 Rpg2最大PRCIO个数 提升到各256点 那Rpg2我们开放给大家使用 那么包括SaaS 包括Delta 都在我们的网站 www.cmschiao.com 那么在技术资源栏位里面有一个 Rpg Demo 档案夹 整个下载 下来里面解压缩之后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Rpg2 那我们提论的是 单一个R 单一个PLC 321 322 那今天我们要 讲怎么样把这个SaaS 从32in 32out 做为我们的基本的一个buffel 把它扩充到 PLC 最大的256in 256out 那么 点数是以一个byte 来计位 那么一个byte就是8个bit 2的8次方就是256 所以PLC最大到256in 256out 那如果做一部机器 超过这个点数的时候 就要分割成两个PLC 基本上就是两部机器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SaaS 那SaaS 在调整我们的buffel之前 之前 我们当然先要处理好我们的dimension 就是我们的 开的 DIM Input 的array 跟DOM Output array 都要开到256 那么 还要加一个变数 就是PageNumber IoPageNumber 那么IoPageNumber 从1开始 原来是32 变成256 就变成8个Page 所以这个1 就可以从1234 一直到8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 我们怎么样去 换我们的PageNumber 做不同的 Input Output的控制 好 那这些变数 准备好了之后 还有一个要调整的 就是 就是 我们的 Server 跟Client 我们有一个Structure 叫做 SiO32 它有三个栏位 第三个是 Io的array Dimension 原来32 Io32 Dimension是32 那现在变成256 所以要把32 改成256 但名字我们可以不要改 也就是一次传输 就可以传输256 个点位 好 那这些基本的 Dimension 开好之后 我们就 从Button 开始 Button 我们在 绿色的32 Input 上面 加了两行 就是 Show Io的Page 那么 Io PageNumber 会百分低 会取代 这个值 所以 Io PageNumber 在开始的时候 是1 那它会显示出来 是 Io 斜线 O P1 在这个位置显示 然后 用 全部都是 FF 的白色 的白色 显示在 32 In 的 Button 上面 好 那我们先看 我们的 Io PageNumber 怎么切换 那 进到我们的 Flame 到了程式里面 在 Mouse Aquire Mouse Re 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get S Position 得到 滑速的 S MS 跟 用get Y Position Y MS 就是滑速的 sy的坐标值 的位置 那么 使用 Mouse getButton State State 去看我们的 Mouse RButton 就是右键 那如果按下去的话 那如果按下去的话 我们就 用Mouse 的setLock 把滑速锁住 锁住 RButton 右键 之后 下个指定 就是setButton State 滑速的 右键 去设定 它的滑速的状态 这个是getButton State 这个是setButton State 那由这三栏 就可以 保证 确定 我们的 压右键 一次 压一个 滑速的右键 得到唯一的 sy坐标 而不至于 一系列的 一直读入 而发生 错乱的现象 那么 如果 右键 读进来之后 我们再来 end check s 滑速的s 滑速的s跟y 是不是在 我们的画面上 的IO显示的位置 有效位置 那么s大于8 s小于102 就在这个带状的位置 那么 y大于494 y小于618 就在这个位置 的话 而 y小于516 就是IO Page 这一行 这一行 那我们一开始是1 那么IO Page Number 减1 就变成0 那没有0 Page 那么 0小于1的话 我们就 让它变成最大 IO Page 等于8 因为压右键 每按一次 他就 Page Number 就减1 所以1减1 变成最大 变成8 那么 8再压右键 变成7 然后再压6 再压 5 4 3 2 1 1完 就变成8 那这就是 压右键的效果 那当然 再来就是 show 压左键的效果 那样 它的写法是 Must Get Button State 那么 这边填入的是 L Button 就是左键 如果等于 choose 那么 后面的位置 check都一样 那么 确定左键按下来之后 我们就Must Set Lock 锁住滑鼠的左键 之后 我们就设定 Button State 就是滑鼠的左键设定 这样子 就确定我们的左键 每按一次 而不至于一堆资料进来 所以它会得到 唯一的SY的位置 不会发生错乱 那么 同样的 滑鼠SY 在 确定 得到 Io Page Number 的这一行 之后 Io Page Number 就是加1 如果一开始是1 那么加1 就变成2 再按一次左键 变成3 4 5 6 7 8 8 8 之后 再按一个 Io Page Number 就等于9 那么这一行 就发生作用 假如9 大于8 之后 我们就让 Io Page Number 等于1 就回到第一个Page 所以它就可以反动 好 我们等下回来 再来看这边 我们先回到Button 好 那Button原先 DIM Input 32 就是1 8 9 16 17 24 15 32 就是这四栏 显示32个Input 那经过翻到Page之后 Io Page Number 就发生作用 如果 Io Page 等于 第一个Page的时候 1-1 就是0 那这些栏位都没用 如果是Io Page Number 等于2 第二个Page 的时候 那么这是2 -1 就是1 1乘32 就是32 32 32加1 就等于33 所以第二个Page 显示的就是 33 到 64 以此类推 这是Input 那么 Output 也是一样 然后 Output 1 开始 DOM 显示 Io Page 1 1-1 就等于0 所以它实际显示的第一个Page 就是 Output 1-32 2 那第二Page Io Page Number 2-1 等于1 1乘32 就是32 32 32加1 就等于33 所以第二Page 显示的就是33 到DOM 64 那就是显示的问题 好 好 我们再回来看我们萤幕上实际的按 那么Input 按下去只有处理Sequence 那我们来看Output D-O-O-P-S-H Output 的Button 如果用滑鼠点下去的时候 那有效能被点到它就会 从黄灯转成红灯 那Page Number 等于11的时候 那这边 1-1 等于0 Page Number 等于1 显示的 按的Button 就是1 到32 Page Number Io Page Number 等于2 2-1 等于1 1乘32 等于32 32加1 等于33 那么在第二Page 按下这32栏位 就是控制 从33 Output 到64 相对应的 黄色的Button 就会转成红色 这是Button的控制变化 调选 我们再来看 网路 传输 Server Client 我们从IO32加到256之后 那跟网路所有传输的都要跟着调整 好 这个Server SendIO32 到Client 那原来 RAP 是从0到32 现在我们就改成 0到256 那SendIO1 当然只有一个 就不要管 那在Server Receive的时候 那IO32变成256 所以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 这个Full 本来这边是32 就要改成256 那在Client Receive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边本来是32 要改成256 因为IO32的Dimension 变成256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从32 改成256 好 所以 你把Input Output Plc 从32 变成256 那么就是把 原先的Input 32 Output 32 视为一个Buffel 视为一个Page 的Buffel 那用 转变Page Number的方式 去做 256 Input 256 Output 的控制 好 那么在 到这边我们就 程式 就 应该就全部 讲完了 那之前我们 CSV的设定 是Page 1 我们有 对好神托这个组装机 我们有 Y值有25点 那我们就 就一个最简单的 第10点 按下去 Io Type Io Control Type 2 它会直线的 直接推出来 Realtive 那么 Output 11 它会 Binding Realtive 好 那我们可以做Io控制 那如果我们压 滑鼠 左键 变成Page 2 同样的位置 按下去呢 它不会懂了 因为这个位置 在Page 1 是按下去 是控制了 Output 10 但在Page 2 的时候呢 要加32 就是10 加32 就是42 Output Output 42 我们在IoTable 并没有这个定义 所以它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那这点就是证明我们的系统在Fanpage是有效的 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再Gossip一下 我们上一堂中文课的时候的介绍 说要参加一个Party 由中国小姐参与闪光来赴宴 那金正石是我们中国小姐第二届民国五十年办的第二届 那么大名是汪丽玲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那么第三届 就是联赞的太太 方羽 方羽第一名 还有刘秀曼 都是知名人士 那除了汪丽玲参与之外 参加之外 那么很赏 很赏光的是 她的独生女 她的来头可大的 她是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博士 目前在明川当教授 那么她是空军总司令 参谋总长 第六届 台湾省主席 周智柔的孙女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结束 好 好 好 还有落魄了 原来出来了 河水回朝川而擱前了 春可前了 她又回家了 她又回家了 我就想她了 哎呀 落魄了 原来出来了 河水回朝川而擱前了 转可前了 她又回家了 她又回家了 她又想谁了 醒醒我的路上 美美你唱一首 等到太阳我闪 你就跟我走 听说 各个明夜酒 各个夜唱一歌 沿着你的美上 追到我心头 醒醒我的路上 美美你唱一首 等到太阳我闪 你就跟我走 说 各个明夜酒 各个夜唱一歌 沿着你的美上 追到我心头